倘若繁华善变 起于流年 此生回眸仍然 并在汴京 假以千年计算 这坡塔便是丈量起点 始建于北宋开宝七年的九层建筑 如今只剩三大六小 通高三十多米 关于上面六层是如何消失 也是众说纷纭 坡塔的内外镶嵌雕像砖约七千块 能看得出姿态万千 这些造像有的手持法器 有的骑着青石白象 表情刻画的极其细腻 沿着坡塔行走 赶出古往今来的声音 一墙之隔 便是市井生活 现代化的楼房与坡塔静谧结合 会有一种我过我的采菊东离 你走你的车水马龙 互不打扰 又相辅相成 坡塔已经成了开封的标志 上千年的守望 看着开封从古至今一路走来 抬头仰望塔深 你会发现自己特别渺小 有些造像砖还有名字 这就是历史的痕迹 遥想当年金阁铁马 回眸如今高楼大厦 岁月的年轮仿佛就在刹那 你看运20就在那 擦肩而过的瞬间 便是古今对话 现代化的飞机与坡塔擦肩而过的瞬间 让我更深一层的体会到历史古迹的意义 其实这种坡塔 你必须要亲自站在他的身下 你才能感到他有多么的宏大 本来我想放个无人机 结果看到景区外面有专门提示 出门游玩最需要做的就是遵守规则 尤其是像我这种自媒体 你让我进去拍我就拍 不让拍 我再见来不及会 扭头就走 我就属于看得很开的人 人马之所以快乐 并不是因为拥有的多 而是因为计较的少 人生本没有完美 只有想通和想开 之所以会心累 就是常常在坚持和放弃之间举气不定 就当我在外面树荫下纳梁 正好又看到了一家运20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可能有些格格不入的坡塔 会随着时间的冲刷 渐渐失去原有的繁华 历史的更迭本就是进步的步伐 那我为何还要去整理这些历史古迹呢 因为以史为鉴可知星体 史学传统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基本要素 从甲骨文 金文 上书 左传 再到以司马迁史记为扛把子的24史等等 我国是唯一几千年不间断记录历史的国家 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党手中 我党也用百年伟业揭开新的花章 正如这古老的坡塔见证了一切的发展 最后我只能感慨此生无悔 入中华